Tania交过几个男朋友 我交过姨润 请问Tania是不是辞职了 对 我辞职了 今年的话好像我真的没有什么大花费 三万六千多 三千多 五千多还是六千多块 应该是三千多四千块吧 什么都适合我啊 本人长那么漂亮 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你就不要太去在意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的是Tania 今天我们要拍的主题是 一千订阅Q&A 我已经很久没有拍这种这么随性的影片了 我其实本来没有打算要拍一千订阅Q&A 但是有人敲碗说想看 然后我在IG问大家想不想看 大部分人都是头想看的 所以就问了你们一些问题 然后今天我们就要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飞到海外的不适应感怎么调试 嗯 我觉得这问题问的蛮好的 我会建议如果你是一个人到国外 然后你要发展 或者是你要尽快适应的话 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认识更多人 先找个工作 你在工作的场合中 就会认识到很多同事 也可以变成朋友 然后再来你就是参加社团 你可以上网看一下 就比如说Facebook 其实各个地区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那种社团 比如说你喜欢排球啊 你喜欢摄影 其实这种社团就很多 你要先愿意 就是勇敢一点踏出一步 然后认识多一点人之后 你就会有朋友 你就不会有那么孤单的感觉 如果你单身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用那个交友软体 在国外单身的人 大部分都会用交友软体 这样你可以更快了解到当地的文化 还有当地的人 他们聊天的方式 你跟小事业之后 你就是适应的更快 第二个问题是 Tanya交过几个男朋友 我交过一任 时间差不多是在 五年前 我回答完就回答完了 你们只能怪自己没有问的更详细一点 影片越拍越好看 之后都会在加拿大了吗 是的呢 而且你觉得我影片越拍越好看 我如果真的 之后想要搬去哪个地方 我也顶多是 比如说去美国住个两年 或是去法国住个两年 去澳洲住个两年 都就是体验当地的生活 人文还有文化 但是我最终会回来的就是加拿大 好奇Tanya近期最大的花费是什么 我觉得要看大的花费定义是什么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往五万块以上在想的 今年的话好像我真的没有什么大花费 去年就是可能电脑啊 新的相机啊 诶 不对耶 我这台相机是今年买的 OK那就是这台相机了 大概就是三万六千多 我有送出一个比较贵的礼物 但那个就不方便说 可是我又想了一下 可能我把大花费想的太大 我觉得你问的意思 会不会其实是 就比如说我买了什么 是我想要 但是我其实不需要 可能几千块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最近期买的是有三样 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帽T 就这个是我平常不会穿的颜色 应该也是算蛮适合我的吧 我什么都适合我啊 本人长那么漂亮啊 不是啊 这就是Gortex跟那个Nike联名 我会买它 是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个 Gortex跟Converse联名 我觉得Gortex它每次跟别的 就是运动品牌联名 做出来的设计 我觉得都很好看耶 而且它细节很多 我洗过一次了 突然我们这种帽T 不是洗了之后 它都会有点缩水 有一些会缩水比较多 这件是完全没有 是一模一样 而且我买的是L 那好像这个版品 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的 我不知道现在还买 我买得到耶 反正买得到就去买 如果买不到那 就那我也没办法啰 这很好看 这边就有那个 Nike跟Gortex的logo 哦 然后它的口袋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拉链设计 就可以打开 里面都是有刷毛 而且它有一个新的科技 好像叫什么Tek fleece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非常保暖 我买的第二个东西呢 是这一件外套 这边就是某种皮革 然后它整个设计 我是觉得它设计蛮好看 因为很多毛毛外套 其实都长得差不多 但我觉得它设计蛮好看 它是oversize 里面穿个黑色的legging 然后配个马丁雪就会很好 然后它很暴暖 我本来以为它不行 昨天外面大概 负6度 负7度 然后下雪的情况下 我穿它竟然 我手插口袋的话 竟然还是很暴暖的 如果有人会冷的话 基本上都会是因为 就是这边台是开的嘛 你脖子会吹到风会冷 但是你其余的地方 都是很暖的 我这件帽地 是买三千多块 这件好像是五千多 还是六千多块 这牌子好像叫什么 Peacebird吧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在Facebook滑到 然后看到有一些明星代言 然后顺便看了一下 他们其他款式的各种衣服 然后看到这件 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我就买了 然后送来我也没有失望 我觉得它挺好的 我第三个进行买的就是 这双鞋 converse那个one star的 一个checker的 的 的 这是什么 板鞋 它这个格子做的蛮酷的 它黑色的这里是做那种一般的那种亮面皮革感的 然后它米色这里就是一种绒毛感 我只记得看到它是限量的 然后我也没有one star的鞋子 那我很喜欢买那种可以滑板的时候穿的鞋 所以我就买了 而且它后面这里我很喜欢 因为它这里软软的 脚后跟就不会磨破 耶 应该是三千多四千块吧 近期花费 就买了这些东西 下一个问题是 在必须合作的情况下面对不可理喻的人会如何与他相处 嗯 必须合作的情况下遇到不可理喻的人 我觉得要看它是什么职位 一样的话 还是要试试跟这个不可理喻的人沟通 如果他真的没办法沟通的话你再请教上级 那如果这个人他就是上级 他不可理喻 你就either deal with it 或者是你就换工作 因为他就是你的上级 你没有办法怎么样 你就继续做 看你有办法跟他平起平坐 那你们就有讨论的可能性 但如果他真的不行 然后你又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那你就换工作 如果你没有办法换工作 那你就可以开始计划未来要换工作 即便他是不可理喻的人 他应该也有一些点是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的 反正工作的情况下 你不用跟这个人当朋友啊 你就是你们就当认识的人 当同事就好了 不用太在意这个人 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 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你就不要太去在意 2021 收获了什么 然后什么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一起讲就是2021可能最大的收获 我自己会认为 刚好是在今年年底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就是 达到1000订阅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鼓励我的 这段时间就是付出的这些努力啊 还有钱啊 成本啊 时间啊 依然就算到了1000订阅 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回报 可是我就是看到我有一些小粉丝 会常常给我留言 或者是特地在instagram私讯我 鼓励我 我每次看到都会觉得很暖 我觉得那一个就是最大的鼓励 即便这个事情真的吃力不讨好 我真的 我没有经济公司 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就是本来啊 instagram就是什么好多好多订阅的那种 那种网红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然后我只是喜欢拍影片 然后喜欢分享我的生活 所以做起来就会特别辛苦 因为你不会有别人可以帮助你 你也没有别人可以教你 或者是帮你宣传 你就是一直做 就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 你还要一直做这个 现在的话我已经习惯了 而且这是我的兴趣 我做的也蛮开心的 不过未来如果 频道可以开始盈利啊 如果可以更顺利的话 我觉得 我应该会更认真在做这个 因为我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还有金钱可以一直花费在youtube上面 不过达到1000订阅真的是蛮开心的 算是一个自己的小成就达成 然后还有一件事我 我本来在考虑要不要说 因为有另外一个问题 请问Tanya是不是辞职了 对我辞职了 我不是有跟你们讲 因为奶奶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去多人多 然后我就去了 去之前我就先辞职 然后我才去的 然后我去完之后回来奶奶过去 然后我还搬了家嘛 想说不然我顺便跟你们更新一下 update一下我的生活 除了搬了家 然后辞职了之外 我这一个月月初开始 就投了履历 我就在经历那些面试 前几天他们就跟我说 我得到那个offer了 一月底我就要开始训练了 之后进入训练阶段的话 影片我会努力的还是周更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可能两个礼拜才能上一支 拜托你们体谅 然后不要取消订阅 下一个问题 Tanya圣诞节怎么过的 我在家过的 我好像没有弄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就是 就这么过 今年圣诞节是白色圣诞节 外面是整个白色就是都是雪 什么时候来台湾快闪活动 哎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活动哦 基本上这样的快闪活动 就可能会花上 嗯 七万块八万块 就可能更多 近三年吧 都不会有可能 哦除非我之后 刚好飞台湾 然后疫情也好了 不用隔离 那可能就会有几天可以吧 明年会有哪些影片 是你特别期待拍的吗 其实我一直都很期待要拍那些 get ready with me morning routine night routine 还有一个二嘴影片 我觉得蛮很有趣的 其实我比较起来 如果后年疫情好了 我觉得我会有蛮多影片 我想在台湾拍的 好嘞 我想再一次的谢谢你们来 不管你是最近才订阅的 还是很久很久以前 从一开始就订阅我的 我都很谢谢你们 一直以来的陪伴还有支持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哦 喜欢或是不喜欢 拜托你都在底下帮我按个赞 还没订阅的赶快订阅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 还要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拜托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哦 大家拜拜